他又說看到爆血管 是不是真的 他又說看到欣喜若狂 這次就好了 沒有拿別人的牌來拍照 他呢 他去了一間店舖談生意 那有他 每個星期一晚都不緣分 為的就是見證我們香港劍神 張家朗為二面成功 繼上屆東京奧運之後 在巴黎奧運再奪劍擊 男子花劍王者寶座 是68年首次 也贏得他第二面的奧運金牌 看到香港觀眾 個個都嘩嘩聲 相當熱血 真的熬眼睡都值得 至於嘩嘩聲的比賽過後 當然就還有發出 媽媽聲的意大利劍手阿馬琪 事關賽事最後要缺一劍分勝負的時候 裁判竟然兩度判 雙方得分無效 而第三次重賽 才判張家朗獲勝 而今次的判決 亦都非常之具爭議性 意大利劍聯就說 裁決不可接受 還在官網發聲明表示 會向國際劍聯和國際奧委會提出抗議 而意大利奧委會主席 馬拿高亦都直言 意大利對著香港 怎可以找兩個裁判 來自中華台北和南韓 還說判決 不應該來自運動員的鄰近地方 其實這樣說又不對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覺得運動 是不應該牽涉政治的 不過說真的 如果不牽涉政治 又怎會有國家隊的出現呢 怎樣也好 金牌以待 沒什麼補充 截至7月30日下午 香港在那麼多屆 暫時合起來 拿了四面金牌 有兩面 是屬於張家朗的 而家朗的法國籍教練 Grad 亦都老懷安慰 說家朗已經徹底成長了 當然 家朗當然不會忘記 那麼多位 捱耕底 夜通宵支持 他的香港人 其實香港運動員 無論有沒有拿牌 只是努力參戰 我們香港市民都應該以他為榮 不過我在想 如果跟運動員一起分享成果 應該更開心 例如 他們拿了金牌 不是說可以免費一輩子搭地鐵嗎 其實他們都未必經常搭地鐵 如果變成全香港人免費搭地鐵一天 你說是不是會更加開心呢 不過怎樣也好 說回上班要加油 最重要是有生意 今次乘處巴黎奧運狂熱 本地的餐飲和零售市道亦都受惠 除了商場真的多了很多人流 個個都幾乎終於留在香港 甚至乎夜一夜都有人坐在商場看比賽 新地代理有限公司 租務部助理總經理 馮詠欣 就在電台節目表示 直播奧運期間 觀塘APM商場人流 增加最少一成 而商戶夜都趁著運動員 奪金推出各種優惠級 就連香港參入聯業協會會長王家狐 和仔都說 相信業界 在整個奧運期間 可以增加一成半至兩成的生意 那就好 其實除了要支持我們的香港運動員 都很應該支持一下我們的 香港售貨員 你又有沒有因為奧運而多了出街消費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CLS條片 支持Channel C 繼續出片 2021年7月12日 Channel C由零開始 經過1095天的努力 來到2024年 慶幸仍然能夠繼續生存 繼續為大家 送上時事熱話 內容會更加多元化 我們上上下下將會繼續努力 在未來 盡全力做到 盡知天下事 唯有Channel C